什麼也沒有了 已經找不到 是啊 講開又講 你現在講回大陸 打擊習近平的權威 其實有一件事 如果你要相信 所謂政變 政變說的話 有一種說法是在轉風向 就是胡錫進 剛剛又撲出來講話 他在微博裡面說 近日圍繞防疫政策的理性討論 變少了 很多專家很沉默地說 叫專家站出來講話 其實他是前日寫的 主要就是說 現在中國做疫情 做得比西方好的 所以選擇都比西方多 因為西方 疫情搞不定 所以就與病毒共存 如果這樣講 我剛剛看到最新有一個更新 加拿大10月1日 就講明撤銷所有的限制 是啊 機場就已經不再檢查你斟子 上去飛機那裡 已經不再需要戴口罩 但是呢 他就說 其實他剛才那句 只是戴頭盔而已 就是說中國防疫防得好 好過西方 西方你搞不定 才共存 才本屁 才叫做 這些叫做 這些叫做躺平 是 盧寵茂 盧寵茂 盧寵茂前日 在這個TVB裡面 都在這裏死撐 是的 那麼 高永文都是 誰 高永文都是 盧寵茂接受完 講清楚講錯之後 高永文 再接受這個傳媒的訪問 都是講的同一樣 這些真的是仆街 這些是 胡錫進講完一大論 講完客氣說話 入政態 他說 但是呢 現在越來越多人 受不了政態管理 面對未來 中國需要更加理性的研判計算 所以專家要站出來講話 國家 最重要的是 國家應該組織相關的全面研究 並且 將他們向公眾透明 研究員 還要向公眾交代 做完的事 不能自己收到桌子 放開或者堅持不放開 對我們老百姓的利弊是甚麼 對國家整體的利弊是甚麼 這個幾乎 就向國家 不要說宣戰 起碼是挑戰 哦 即是大陸的術語叫板 是啊 喂大哥 喂 如果 政態管理是做得好的 動態清零是對的 用甚麼研究啊 用甚麼全面研究啊 蛤 為何你現在還可以叫專家出來講話 專家出來講話 就是現在 本身專家 他在去年的時候 有個叫張文雲 上海有個叫張文雲教授出來講話 叫你想想其他可能性 包括與病毒共存這些 他還戴著頭盔 他把與病毒共存 不知是轉了第二個 term 都給你屌 有專家講真話的時候 都給你黨媒屌 給你現在這些 這些 搞批鬥的人 屌 誰出來講真話 現在才來講真話 又說頂不住 其實你已經有立場了 就是現在再搞下去就不行了 所以 這個時候又請專家出來 有事就專家 沒有事就全家產 就叫你們 但你又看回頭 無論上個禮拜也好 剛剛的早場也好 香港也搞了0加3 都說你見到大陸網民 大陸網民 我覺得他們的心情是很複雜的 是的 他們講的時候 通常都要保持一種高高在上 大陸那種抗疫 優於香港的優越性 就說他們他死他死 即是我們 今次就不要理他們 今次就不要派他們的醫護過去 今次我們完全不理他們 任由他們 就慘死 是吧 其實這種說法多 是的 另一種說法就是 特區 特區當然要做白老鼠 就任由他們 死了不關我們事 即是講這一套 但是 起碼沒有一種明顯的阻力 就是不行的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內地搞動態清零 香港都一樣要搞動態清零 即是大家抱著一起 仆街抱著死 把口硬 但實際上是樂見香港成功開關 是的 其實就是這樣 現在大陸人很懂得玩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是深圳人 深圳 其實廣州 近來你對這些動態清零 已經吵到媽媽聲了 已經是 是的 那 大佬啊 你是不是都管一餐 是不是都要封城 是不是都要核酸 即是你擋著地球轉 是 那現在香港會放開 香港放開之後 最重要的 我們看到一個趨勢 個案減少 個案減少之餘 死亡個案也不會失控 而最重要的 就是醫療系統不因此而崩潰 可控的 我們最重要的是可控的 你在有限的資源下 就不可以 去令到自己 即是透支自己所有的資源 大佬很多人的醫保 那些醫療基金 本身每個月硬刮的那些糧 已經被你透支了很多都 是啊 搞到現在要你自費 地方政府要自己想錢 要你自己要付錢 等等 喂 已經蠶食了中國人的財富 已經是 大哥 即是你那些五鬼運財 你運不了財的 不就是大家一起仆街呢 等 等於 你現在那些抗疫產業 在大陸那些抗疫產業 其實是中國經濟的寄生蟲來的 你做寄生蟲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 大家都可以和平共存的話 那你不要過份 是啊 但是你現在過份到 你要別人停產 阻礙到別人生產 阻礙到別人消費 搞到現在外國的工廠都要撤出 撤出他們的產業鏈 最糟糕的 高盛就和你打鬥開口牌 喂 不用指望 你現在動態清零 熬到明年三月 哪個企業現在熬不住 沒有信心熬到三月 就走 是不是 這樣就走很多人 我真的 是的 我投資者看Ibank的報告 那些展望 是的 既然高盛 以往中國大好友都走出來說這些說話 你還可以有什麼期望 是不是 很簡單 是啊 是啊 那現在呢 開始感覺它很痛 因為七月八月的數據都很差 很快就出了九月了 其實是 那你現在你說 你要推些錢出來 去搞定那個爛尾樓 爛尾樓是搞不定的 爛尾樓更難搞病毒 告訴你 哇 毒賣新聞報道 這個俄羅斯情報機關聯邦保護局 在26日 即是一個小時之前 就在這個海參威 就拘捕了這個 海參威領事 是的 海參威領事 他的說法就是因為這個地方作為美日的情報收集站 收集了一些洩露對俄羅斯聯邦有威脅的情報 所以這位大使會以間諜罪去拘留他 其實是很麻煩的 是呀,拉領事 全面撤出,很多國家都會撤橋、撤領事 其實是升級的 其實應該一早就離開 你不是斷交,表面上俄羅斯和日本一直都是交戰國 但問題是交戰歸交戰 只不過是他們二戰當時宣戰 但他們一直沒有正式簽條約結束戰爭 但他們好像在大使館就正常關係 日本都在賭金 你贏也好輸也好 你在我隔壁也要知道你發生甚麼事 所以大使全部都要在捱義氣 沒得說的 這個消息這樣的消息說 在我剛剛搜證出來 獨賣新聞 是,這是日文 這是中新聞傳媒 未phants 是啊 幾大 desires 其實都沒得搞 還有你中文傳媒每次都萬人半拍 不如你往好的方面去看 如何去收留俄羅斯美女 以前澳門就試過 澳門是甚麼 其實如果你說香港是間諜之都 其實真正的間諜之都是澳門 你看回頭 程度不同 程度不同 澳門是專門做北韓和俄羅斯生意 香港是做高端的 你問我 我坦白 以前舊公司接過一些受制裁國家的單 但我接到之後交給老闆 會計已經打電話跟我說 這些單都好接 公司被人切帳戶 是不是理甚麼 是這樣的 攬炒的 好像以前袁爸爸也試過 所以香港人做生意可以好 挺而走險 但一去到這些環境 其實就很敏感 好跟規矩做的 但問題是澳門不是 澳門不是國際金融中心 自自然而就是集中去玩鬼帳戶 終於過了一千了 一千一百三十六 好 我們剛才那一節多少 我們剛才的早場 都過了一千一百幾 好 今天都達標了 好多謝各位 好 今晚夜場就少些人不課金 不過都多謝Totaro Chan 小小模拒最重要是心意 還有123123 還有True Kit Jerky正說他收集俄羅斯被制裁的資料 這些不用收集嗎 大佬 俄羅斯被制裁的資料 我想是 有關於相關人員的資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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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回詳細 就是 根據塔斯社的說法 你給我連結我的截圖給大家 好 等等 根據塔斯社的說法 是的 等等 歐美對俄羅斯制裁 在遠東地區的影響 然後就寫了一份報告給其他的外交官 但這份報告就被俄羅斯政府折獲了 所以因為這樣才有間諜罪 等等 等等 我放在大群組那裏 OK 是的 OK 好 等等 你再說一下 你懂日文 你再說一下 我不懂的 很差勁 這個外交官就是以 涉嫌間諜罪 你為何開不到這條連結 蛤 給你 奇怪 OK 不是 你開不到 你開不到嗎 開不到嗎 開不到嗎 開不到 OK 開不到 唸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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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直接給你 等一會 你截圖的 是 馬上可以分享給網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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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是啊 你不是說 拈著西方國家 竟然拈著日本 其實是 日本的想法就是這樣的 第一件事 你始終是在鄰國 一定要知道你的事情最清楚 第二件事就是 你始終在戰爭中的國家 我怎知有甚麼難民 在副業島、古寧精怪的地方游泳下來 一定要看清楚 他收集的情報亦都非常合理 他正在問歐美所做的制裁對於遠東地區有什麼影響 就做了一份報告 而俄羅斯外交部亦都對於外交官所做的行為作出嚴重抗議 OK 連莫斯科都撤走了 我想他們不會撤的 撤離 撤離 日本駐莫斯科的領事 因為俄羅斯很大 他沒有寫的 日本外交部都還沒有什麼回應 這就是康明海事件 康明海和史柏玉事件 但更嚴重 因為康明海和史柏玉 加拿大駐中國 中國的外交官 他們以前都是外交官 不是現役的外交官 現在你拘捕一個現役的外交官 這個非常之嚴重 是啊 那個外交官原來本身都已經招認了這件事 招認了嗎 電視認罪還是什麼 招認了去做這份檢討 OK OK 好吧 Alice Wong說日本的新聞 用錢取得 我在《讀賣新聞》裏面的這篇報道 就沒有寫用錢 只是說他做了一份報告 好多謝 Tommy Tommy 又是大金主 七八八 Warnie Trey 他說丟掉他 原之前丟掉他課金 Philip Wong 好多謝 好感動 好多謝各位 今天終於有1,211個人 來看我們的直播 我們很珍惜 現場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雖然你們現場看我們節目 因為我們黃標所限 未必有那個廣告 但你們一定是我們最忠心的聽眾 好多謝各位 好多謝